华联林区管理处109年社区林业成果展 19号是在文创园区盛大的举办 邀请到今年度执行社区林业计划的社区 以及私地保育营造计划的农友 还有林下养风示范计划的林农等 共39个单位来设摊 让大家可以看到各社区的成果绩效特色 华联林区管理处109年社区林业成果展 19号在文创园区任劳登场 有今年度执行社区林业计划的社区 及私地保育营造计划农友 还有林下养风示范计划 林农等39个摊位来设摊 展现了丰硕的社区特色成果 林务局在花莲林区管理处 在执行社区林业计划 跟在地部落社区其实有很多的交流 那我们的社区林业计划就是希望说 社区走进来我们的林业走出去 以这样的理念 希望能够跟社区发展永续的一个关系 那在今天我们设这个摊位的成果 是希望说让各个所有的民众 能够了解我们这个花莲社区的生命力 然后还有他们的活力 还有他们的对自然资源的爱护 跟永续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大家能够更了解 我们在跟社区参与这个 我们社区林业计划 他所得到的这些相关成果 是如何展现在他们今天的相关的成果上面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了四个年度的基优社区 和四个特色社区 华林林业出表示 从民国92年开始 推行社区林业计划已经辅导有188个社区 部落学校团体 而在107年修订为社区林业2.0计划之后 以生态保育 森林保护 森林娱乐 还有树木与生活等四个篇章 作为新的补助作业规范 并辅导各个社区来进行 林下六级产业 森林副产品 国产材的开发运用 还有部落传统文化保存为重点发展方向 而今年度更是以林业社区家园永续为主题 来呼应联合国国际永续发展的精神 实现兼具在地化发展的需要 以迈向美好永续的家园环境 这里会幻视报导